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,台中一中学生廖正华是新入民之子,从小功课靠自立自强,学策虽考到71级分,却以一分之差与最爱的台大心理系师之交臂。 正华想证明自己,放弃申请立判指考,为预留升学扣路,读自然组的他跨组考一类组,今天成绩单出炉,他竟考出全校一类组榜首佳绩,直呼是美丽的意外,还是会选三类组的最爱台大心理系生学。 廖正华的母亲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,19年前与父亲结婚后来台,双亲忙于工作,廖正华说,以前遇到不会的功课,只能自己想办法,也养成自立自强的读书习惯,功课从不须双亲担心廖正华喜欢观察身旁的人事物,对人的想法与行为特别感兴趣,很早就立志向读台大心理系, 今年一月的学策也考出71级分好成绩,申请台大心理系,却以一分之差在申请第一阶段就被刷下,尽管录取其他公立学校心理系,他毅然放弃,决定叛职考,要证明自己考得考进台大心理系。 读自然组的廖正华想到学策惨遭滑铁卢,因对政治与地理科还算有兴趣,加上指考已是最后的升学之战,抱住替自己留退路的想法,跨组报名第一类组科目,今天成绩出炉,一早就接到学校通知,他成了全校一类组榜首,令他喜出望外。 廖正华三类组分数靠出405.3分,渴望进入他的目标志愿台大心理系,但他一类组的科目也表现极佳,总分达529.5分,有上台大法律的实力。 廖正华说,最后冲刺阶段他把重心放在自然组考科,没想到竟会成为一类组榜首,成为美丽的意外。 他希望升学台大心理系后,能把对人的行为观察专业倒入与科技结合,让科技更人性化。